第七小节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春秋五霸 是什么 是所谓的夏宇商韬 文王五王的他们的罪人 金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 孟子是战国时代 战国是七雄 是不是 那现在的这些诸侯国 又是什么 是当时春秋五霸的一个罪人 那原因为什么后面会讲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经文 他说金之代夫 金之诸侯之罪人也 那退而求其次 在诸侯国里面 还有很多的清代夫 这些清代夫 又是诸侯国里面的 最大恶极之人 于是理由 孟夫子就讲 他说天子 是诸侯约寻守 按照理智而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所以天子每十二年 要到分封的诸侯国里面 去寻室 看一看 诸侯国有没有把它分封的国土 百姓治理的很完善 十二年要去寻守一次 那寻守的时候有没有 就会做很多 补助当地老百姓的动作吗 那诸侯国 诸侯朝于天子 约束职 地方诸侯国 每五年 要到朝廷里面 去进贡 去朝进 把它这五年内 对于国家正式推行的 一个方案 还有具体的结果 跟天子去报告 这个叫做素质 所以寻守是天子 才有的权柄 十二年一次 素质是诸侯对天子 该进的义务 每五年一次 那天子寻守的时候 春省耕补不足 春天去 看地方诸侯国 老百姓在耕种 那他耕种的农具 有没有欠缺 或者落后 如果欠缺落后 天子 以他强大的一个国力 可以提供地方诸侯国 他们的什么 农耕的器具 就像我们现在国家 有一些透过国家力量 所保护的一些产业 是一样的意思 秋省令 而助不及 如果是秋天进行 寻守呢 国军就看 秋天是秋收的时候 老百姓的收成好不好 有没有足够的粮食 可以挨过寒冷的冬天 如果收成不好 于是天子可以动用 他的权柄 去开仓震灾 来补助地方诸侯国国 百姓粮食的不足 所以不论春天行守 秋天这个寻守 国军不是去游山玩水的 是要看诸侯国 有的诸侯国小吗 有没有什么需要中央补助的地方吗 你像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些地方的行政事务要中央的统筹款吗 所以在专制国家跟民主国家的那些的行政的方法还是一样的 只是权柄大小而已 天子寻守 入其江土地屁田野制 他到了诸侯国 看到他们的一个疆域的范围之广 然后在这个诸侯国疆域之内 土地都完全被开发了 然后这个田也都有人去耕种 然后国内呢 养老尊贤 老人有所忠 贤者能在位 这个叫做养老尊贤 俊杰在位 俊杰代表有才能的人 也就是朝野当中 人都有他的位置 事也都有人在办 说择有庆 看到这个诸侯国的国阵 如此上管道 于是天子就可以赏赐诸侯国 这个赏赐就是你有能力拐辖这个土地 我就给你更多的土地 然后让你有更多的子民有庙 让你去治理 这位庆以帝 他说这个赏赐多半都是分封土地 那入其江土地荒芜 以老师贤 陪客在位则有让 假如天子到诸侯国寻访的时候 看到国家的土地长满的杂草 然后老人孤苦无丁 没人奉养 闲者在野 然后朝廷那都是一些 逢淫巴结的小人 帮助国君来搜刮民财的人 那个叫做陪客 那则有让天子看到你诸侯国 施政的一个错误 他就什么 他就开始责罚 这个责罚很简单啊 也就是收你的爵位 或者是收爵位就把分封的领土 也就把它什么缩小范围了嘛 所以一不朝 则贬其爵 假如该你诸侯朝爵 去朝境的时候 五年一次 时间到了你不来 这个所谓的天子的京城 来报告你地方施政的情况 则贬其爵 现在有没有这样子 有啊 你地方首长 要不要去中央政府去报会 你施政的一个情况 现在有 那只是地方首长 买去没买去啦 你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地方首长是民选的 你解吗 这个关子到现在还有 好 那你一次不朝 我就拨你的爵位 公猴博子男嘛 第二次再不来就削你的领土 三次不朝 则什么 则六师一支 也就是君子派遣他的军队 六师是专门指天子的六军 派遣军队是吗 就把你这个诸侯国的诸侯 给你换一个人做了啦 因为你目中没有天子嘛 就把你换一个人做 事故天子讨而不乏 诸侯乏而不讨 这边谈到天子跟诸侯的 之间的一个什么 工作的执掌不一样 诸侯国不来朝境 天子会公布地方诸侯国的一个罪名 他会去声讨 他打不打 他不打 他派地方其他的诸侯国有没有 去攻打他 所以声讨罪名 声讨诸侯国的罪名 只有天子能够做 那诸侯国是奉天子之命 什么 反而不讨 他去负责征战 但是他不能数落诸侯国的错误 因为他们的位置是平等的 这是以前所谓的行政权 立法权司法权 其实他就分割的很清楚了 五霸者 五霸者有没有 为什么是三王的一个罪人 因为刚刚我们有提 天子面对地方诸侯国 五年的朝境 他不来天子的都城里面 去报告他这过去五年来 国内的施政的一些的 所谓的效果 他只要一次不来 就消绝他的土地吗 降他的什么 降他的一个爵位的 然后再由天子 三次不来就要派六军 把他取而代之了 但是在谈 天子才有去公布 习文公布于天下 来属说诸侯国的罪名 而诸侯国则是奉天子之命 去讨伐诸侯国 这两者之间的权责要分清楚 可是五霸者 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 五霸他不是天子 他是挟借着自己是一个大的霸国 所以他强凌弱 他就随意的 没有天子的一个旨意 他就师出无名去罚诸侯 他私下就讨伐诸侯 而真正的动机就是 想要占有对方的国土 跟子民嘛 所以故约五霸者三亡之罪人也 五霸还公为圣 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是作手 齐桓公任用了管仲为相 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齐桓公曾经跟诸侯国 举行了一个盟会 叫做奎秋之会 奎秋是地方的名字 然后在这个诸侯国盟会的时候 有一些的礼节 就记载出来了诸侯树生宰书 而不什么不煞雪 这个树生宰书就是 一般在盟会的时候 他会宰杀动物 可是这时候的奎秋之会 是把那些的动物 可能马牛羊啊 猪马牛羊啊 把他的四肢给他绑起来 然后把诸侯国之间的一些的文书 就绑在了这个猪的身上 动物的身上 他并没有宰杀 这个生物 所以他就不需要 拿那个生物的血 插在自己的嘴巴上 这个叫做煞雪 煞雪是代表 我们今天用动物的血 抿自己口的人 以后我们都要信守承诺 不可以随意毁约 在春秋的时候 战国的时候 没有承诺可言啊 我今天跟你合 明天我就把你背叛了 今天答应你明天 未必要出兵啊 这是你看历史剧都看到的 然后在这个煞雪的时候 有没有 他们就开始 盟会的条约里面 有记载了五样事情 第一个 诸不孝 也就是一个诸侯国的施政方针 国内有不孝顺的人 把他宅掉 还有不可以立了太子 世子以后 用任何的理由 把已经立的太子 把他去换掉 不可以 也就是不可以像 周幽王一样啦 去宠包寺就费什么 费皇后 身后嘛 或者费太子 依旧不可以 然后无以妾为妻 不可以把小妾 扶为正旗 这是告诫那些诸侯国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 再命约 遵贤欲才 以章有得 然后你这个诸侯国的 在位的国君 你要尊重贤能之士 要培养国内的杰出的一些人才 希望能够有很多的机会 去表扬这些的贤德 跟有才能的人 鼓励大家都勇于去开发自己的能力 第三 敬老持幼 无望兵侣 敬老就是要对于家的老人 让他老有所忠又有所养 这个叫做敬老持幼 然后对于远方来的游客 也要给他们一定的呵护 那这个无望兵旅就是 你不可以随意设关卡 征收旅游税 我们现在讲的叫做签证费啦 所以你看以前的这种专制国家 那个施政跟现在都一样啊 是不是 这是针对这些诸侯王所讲的 使命约事无事关 他说国内如果做官的读书人 他的官职是不可以世袭的 为什么 他这个读书人的后代 是没有贤德之士啊 结果一堆世袭的官 这个国家正式就荒芜了 可是官位不可以世袭 那个入位就是兴奉就可以世袭 那这样就比较重要有官位没有钱财 他也没有用处 但是过去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表面的名声的 官是无色 就是一个国家的正式的官职 不可以让人去兼职 让每一个工作都有专业的人才去分工合作 不可以去兼职 方便有没有 贤能之士都可以有一个位置 可以让他们大展报复 我们现在很多兼职的 取事必得 取用读书人要为官的时候 一定要取用什么 取用贤能的人 这个叫得 就是得贤能之士去举用他 无专杀大夫 专杀就是没有任何理由 你诸侯国就擅自把你的清大夫给杀了 诸侯国要杀清大夫 要换清大夫 必须经过天子的许可 所以以前 董卓 曹操 都做假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 对不对 天子虽然是名义上的共主 可是地方诸侯国 有很多的行政命令 都还需要经过天子的同意 所以这两个大奸臣 把天子绑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下 他就可以假出皇帝的什么 圣子来左右天下的什么 天下的一个所谓的 整个局势 所以我们读过三国有看到 那个曹操 就夹天子的名义 分孙权的东吴什么 分这个刘备什么 然后分那个 那个什么 周瑜是不是 就让他们彼此之间 因为这个官位 因为执掌的工作 让他们彼此有嫌隙 那是天子分封的吗 不是 那是曹操自己 故意想要 让他们彼此起内斗 他才能够去 去讨伐他们成功 所以五命约 第五个规定 各个诸侯国要去遵守 无取防 无恶敌 无有风而不告 其实读儒家的诗 这个经书 比读佛门的经书 真的还辛苦 很多的名称 都不是我们现在 现在听过的 他的诗证内容 我们都知道 但是名称真的听不懂 什么叫无取防 无取防就是 你不可以去 随便改动自己 提防的一个设置 什么意思 当时各国内 都会有一些洪水之灾 这些诸侯国 几乎都在北方 中原 称之为文明古国 那都有黄河 会有泛滥之灾 你诸侯国各个 有不同的管辖的范围 你不可以为了 要保护自己这个地区 老百姓的安宁 财务不要损失 你就改变提防 改变提防 最后有没有 让那个洪水灌溉到什么 灌溉到别的国家去 损害到别的邻国去 不可以这样做 这个叫做无取防 然后无恶敌就是 无恶敌就是 当别的国家 遇到有天灾人祸 百姓的粮食 无法供应国内所需 他要来跟你 采买粮食的时候 你不可以借此 轰抬物价 或者找理由 不卖给对方 这个都不可以 这个叫做无恶敌 无有风而不告 风而不告就是 你诸侯国要分封土地 给大夫的时候 一定要上表跟天子去奏命 刚刚有讲嘛 诸侯国里面 清大夫的爵位 你要授予他 或者你要杀他 都要经过天子的许可才可以 而不是你诸侯国自己做的 这个齐桓公 做春秋五霸的时候 你看他定了各个诸侯国 分内该有的工作 还真的充满了 仁义道德呢 是不是 可是后来有做到吗 说的比唱的好听啊 所以最后总结嘛 这是在奎秋之会讲 他反我同盟之人 继盟之后言归于好 今天所有参与 奎秋之会的诸侯国 你们今天结盟了以后 就要把过去的一些 不好的纷争 完完全全给忘掉 大家重新手拉手 来做一个好朋友 可是金之诸侯 皆饭此武器 你今天的战国时代的诸侯国 有拉拉手做好朋友吗 左手拉着你的手 右手拿刀插你的胸 所以是什么 金之诸侯是过去 春秋五霸的一个罪人嘛 那金之诸侯是 五霸的罪人的原因是什么 刚刚讲过 那大夫为什么又是 现在的诸侯国的罪人呢 因为他讲他说掌军之恶其最小 逢军之恶其最大 我们去助长国军做错事情 如果把他这件事情 跟逢迎国军 塞弄国军去做错事情 两者相比较 逢军之恶是最大恶极 什么意思掌军之恶 有的时候我要国军不打仗 国军不得 他不见得会听从 他要派我去打仗 我为人臣也不能够不受命嘛 所以可能他有委屈在 可是逢迎就是 你知道国军心里面的取向 他意图扩张领土 意图要搜刮民财 你都知道国军的动机 你不去劝他 你还去助长他的邪恶的心思 让他去圆满他心里面的那些的恶念 他这个罪才是很大 而金之大夫皆逢军之恶 现在的清大夫 都是这样子来对应 他的诸侯国的国军 所以才说金之大夫 金之诸侯之罪人也 你看国里面 很多人就怂恿国军打仗 对不对 怂恿国军做一些坏事 那为什么要打仗 因为打仗有战功嘛 有战功他就会有分法 有这个什么 有分封嘛 所以都是着眼在异己之势力 我们再看第八小节 鲁玉使圣子为将军 鲁军想要派圣子做将军 可能要去攻打齐国 因为鲁国跟齐国 两个国都的相距 好像不到 不到五十公里 不到五十还是不到一百五十里 他们两个国家都是在山东省境内 所以多半就是这两国在相斗 于是鲁国派圣子为将军 孟夫子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说了 他说不交民而用之为之殃民 你还没有教导老百姓 要怎么样去使用武器 你就贸贸然派着百姓去上战场 这个叫做殃民 殃民就是什么 荼毒百姓的意思啊 他说殃民者不容于摇顺之事 在上古太平之事的时候 有哪一个人敢去做残害百姓的事情 他一定不会渐容于当时那个国度 姚舜也不会采用他的了 他一战胜其 岁有南洋 然且不可 就算你现在去派圣子去打齐国 一次就打赢了 就具有了什么 这个齐国的富有的领土 叫做南洋郡的 即便你很有把握 一战就一定可以成功 这件事情尚且不可以去做啊 于是这个圣子听到了孟子的讲话以后 就觉得很不舒服 他就说啊 勃然不悦就是不喜欢的那种表情 很显然力就浮在脸上 他就说啊 孟夫子讲的这些话 此则古离所不适言 我听不懂 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听不懂啊 孟夫子又只好再讲清楚一下 孟夫子就讲 无名告知 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天子之地方千里 不千里 不足以待诸侯 天子为什么要有千里的一个什么 是辽阔的国土 因为要在这个国土之内 分封百官 要有诸侯国 诸侯国下面要有清代夫 所以他的领土一定要这么大 他说诸侯的这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于守宗庙之典籍 那一个诸侯国 他的所具有的领土 不可以小于一百里 小于一百里就代表 物产不丰富 百姓人不多 那当这个诸侯国 他有一些祭祀啊 法治的一些的规矩的时候 就没有人去做了 这代表天子国 诸侯国都有自己应该要有的什么 分类的工作去做 你的领土没有那么大 你的百姓就没有那么多 你的国力就没有那么强 那这些事情就不是你小国小民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又举他周公之封于鲁 鲁国这个周朝的时候 因为有周公辅佐陈王 造成了周朝的政治的一个兴盛 周公的功劳很大 但是他被尘王封在鲁国的时候 那鲁国的土地也没有超过百里啊 也没有因为他的功德很大 就给他很大的一个国土 没有 地非不足而简于百里 明明周朝所领有 所具有的领土这么广大 周公又如此公在朝野 为什么分封他做诸侯国的时候 不给他大一点的领土呢 周天子也不欠领土呢 那为什么只有给他不足百里呢 因为就是为了维持一个体制 体制上有他的必要 他太公封于鲁 太公就是江子牙 这个太公不是江子牙 我讲错了 夏商周 这个应该是指鲁环公吧 是不是 江子牙 对文王启用江子牙封于齐国 我转不过来了 封封在齐国 分封的领土也只有百里之地 那为什么这么小 不是土地不足 那为什么还要少于百里 也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所谓的制度的问题 他是讲 以周公以江子牙 对于整个天下所带来的奉献 如此功德威尾 当天子在分封领土给他们的时候 也是维持着一定的体制 没有因为他是我的亲人 他是一个工程 就给他土地很辽阔 没有 他说金鲁方 百里则武 你现在鲁国的土地 已经远远超过一百里的五倍 就表示有五百里了 土地够大 可是你鲁国是个诸侯国 真的国家的理智就是 你的诸侯国领土不可以超过百里 而你已经有五百里 那只以为有亡者做 那你甚至想一想 假如有一个圣人兴起 圣人再来 则如在所损乎 在所亦乎 他是要再去征伐 建议上位者去打仗 去扩张领土 还是他会自动削减自己的土地 来符合诸侯国 他应该有的一个国土的范围 你认为一个有圣者再来 他会怎么去做 意思说他还会去打仗吗 你的国土已经够大了 土举诸笔遗于此 然且人者不为 今天就算 不经过任何的战争 没有任何人命的耗损 你把齐国的领土 拿来的送给你鲁国 一个真正有人德的君子 尚且认为此事不可为 况于杀人以求之乎望 何况你还要动用干戈 你要耗损百姓的名才跟名利 你去占有那个齐国 你可以这样做吗 君子之士君也 勿引齐君以当道 自于人而已 真正一个贤能的人 在侍奉上位者的时候 他的当务之急 是要去成全他的国君 在国内能够行人证 以王道去霸天下 而不是以武力去霸天下 只要推行人证就好了 何必需要再派一个将军去打仗呢 因为你鲁国现在已经有的够多了 那鲁国的土地这么辽阔 那为什么鲁国最后衰败呢 你上位者不行人证嘛 所造成的最后的悲惨的结局啊 第九小节 孟子讲 君子士君者 皆约我能为君辟土地冲福库 现在在侍奉诸侯国的这些大夫 他在面临他的君上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口号 哎呀 我能够为国君你开辟更多的领土 我能够为你去搜刮更多的名财 来冲实你的国库 你用我就没错了啦 他说 今之所谓良辰 古之所谓民贼也 像现在的国君所取用的 这种你认为是良辰的人 在古时候 他就是民之贼呀 因为他强害百姓嘛 你要扩张领土 你要打仗 百姓就流离失所 你要扩张领土 你要征用民财 老百姓就三餐不尽 这不就是残民的贼人吗 说君不向道 不治于人 而求富之 是富决也 你上位者的国君 心里面没有人道的一个概念 你不向往行人道 你就不会行人道 不治于人 没有全心全意的推行人道 而你下位的臣子 面对像这样的一个上位的 这个国君 你不想办法去改变他 你还反过头来求富之 想方设法 让你的国君更为富有 你这不等于就是 助纣为虐吗 等同于是帮助下节 搜刮民财 是一样的意思啊 他说我难为今 约与国战必客 这是谈合众联谊的事情 战国时代有一种辩论家 呈口舌之财 不动干戈 凭着这个口舌有没有 哎军事就让什么 让这些所国家 跟他们合而为一啊 去抗秦 抗秦啊 或抗其他国家 抗谁都是假的啦 目的有没有 自己先避祸 然后等我国势强 我就回过来把你并吞了 这约与国就是 我去联合啊 我去合众啊 则战必客 我们要跟人家打仗 我找了一个跟我一些 有相同想法的人 我们一鼓作气 把对方给灭了 那战争一定会赢啊 他今之所谓良臣 古之所谓民贼也 所以前面讲的 所谓的辟土地 冲府库 这是谈文臣 后面谈的 所谓的战必客 去开疆土 这是武将 所以现在所谓的良臣 这些武将 在古时候是民贼啊 军不向道 不治于人 而求位之强在 是辅劫也 这样的国君 不行人政 你还要想方设法 帮助他扩展领土 就等同于帮助下节 去富国强兵啊 你不是在把百姓 当成鱼肉一样吗 所以由今之道 无变今之时 假如我们延续着 现在这样子的 为人君 为人臣的方法 而没有想办法去改变的时候 无变今之书 你不把这个习惯 做一个彻底的改变 则虽与之天下 不能一朝俱夜 那就算今天把天下 全部都奉献到了你的手里 你是天子了 恐怕这个位置 你也坐不到一天 你就被别人给推翻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行人政 也就是你以武力 去称霸于天下 最后你拥有了天下 你也未必能够 跟他长相厮守 可能连一天的时间都做不到 为什么 你师出无名嘛 你师出无名 你用霸道强取豪德 占有天下 老百姓时时刻刻 民心事变 国家的根据就不稳固了 第十条 白龟只讲 无欲二十而取一 这是讲税房 在周朝都沿用姚顺的 十取一 也就是十块钱 拿一块钱来缴税了 这还蛮合理的 十分之一了 然后这个白龟呢 他就想了花招 我想把这个十取一 改为二十取一 分母变大了 分子一样 老百姓交的钱 就越来越少了 这应该是好事 对不对 孟子应该要 耳手称庆啊 白龟你是邪能之士啊 所以当白龟问孟子说 我把这个税法 改为二十取一 你认为怎样呢 孟子讲 自知到莫道也 他白龟啊 你的这个税收的方法 是用在 宜迪的那个地方啊 万事之国 一人桃者可乎 用在宜迪偏远的地区 没问题啊 他没有说 京都不可以用 他反问了一句 这个普天之下 如果在这个国家里面 只有一个人做淘气 可以供应全国老百姓的需求吗 显而易见是不可能 因为过去我们所有的饮食 起居所需要的生活的物品 多半都来自于淘气 你看做米缸啊 杯碗 瓢盆啊 祭祀的东西都是淘气啊 你的人口这么众多 国内只有一个制淘的师傅 来供应全国老百姓生活的必须品 可以吗 只是通吗 白军说当然不可以啊 这个器物不够用啊 来不及制造啊 于是孟夫子就讲 伏墨 我为什么讲你二十取义的说法 只能用在那个偏远的蛮族呢 他因为伏墨 这些蛮族的地方 五谷不生 他们都是狩猎民族 他们没有什么 这个农业社会 没有农业社会的架构 所以他没有栽种这些粮食 为蜀生枝 只有这些杂粮 可能跟土地 可能跟他耕种的技术有关系啦 所以吴晨国公寺宗庙祭祀之利 他游猎民族 他就逐水草而居啊 他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蒙古包嘛 他也没有像我们文明古国一样 我要祭天地 我要祭宗庙 他没有这些祭祀的礼节 一个天子一个国君 他要祭什么祭宗庙 要多少的百官去陪同啊 那你没有那个地方 你能够让人去立足吗 你要去祭祀的时候 你要不要那些的物质上的一个开销 都要啊 然后在蛮帮的地方 他们彼此没有所谓的交际的一个礼节 吴诸侯必搏雍孙啊 他不但没有宫庙祭祀 他连诸侯国之间必搏就是什么 就是宋礼之间的人际关系的维系啊 我们现在不是还有什么三节的送礼吗 中秋啊端午的这些 那你做天子做诸侯国 也要犒赏国内的什么那些城市啊 那还有早早晚晚 父亲节母亲节 佣孙要吃一顿早餐跟晚餐啊 这些是谈人际关系的一个维系 一个文明古国 这是人伦必不可或缺的一个礼仪啊 不是爱讲 他是礼节这一方面的 他五百官勇斯 他的国内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正式要管理 所以不需要直设百官 你设百官难道不要给他薪水吗 你不给他薪水 他要吃什么 是不是 所以二十取一而主演 蛮墨偏远的地方 没有像中原有这么多繁杂的礼节 所以二十块钱拿一块钱的这种税法 就足够他们开销了 但是京居中国 你现在在这么一个热闹的国都里面 你没有这些的税收 你就不能从事 这些君臣之间的 一些该有的交际礼节嘛 你就无人伦嘛 你没有交际宗庙祭祀之礼啊 也无君子啊 你没有设百官啊 你不能够去启用那些贤德知识 去执掌不同的工作 分工合作去造福百姓啊 那请问你 相较于你去减收的税负 然后让国家的政治陷入到一个 一个荒芜 没有人去管理 然后老百姓的生活就没有秩序 俗为轻俗为重啊 你去思索一下 减轻税负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够国家的税收 他就很可怕了 你看我们现在不也是这样子吗 每一次到了选举有没有 就开始开空投支票 也没有开到 就开始送礼啊 那个税负超过国家的什么 一个正常的收入 他势必在选举之后 他要巧立明目去开征 开征税负 他一定要 要不然就祸留子孙了 所以你读这个孟子 虽然是很多治国之道 他其实在现在的国家里面有 甚至我们从一个国可以看到一个家 你要治理一个国家 他不是也要 那些所有的用度开销 也要一定的一个管制吗 你过于减损 他亲朋好友就不往来了 哎呀母亲节 哎呀不要浪费啦 有没有 这个在家里就浸泄就好了 父亲节也不要 那三节反正大家常常见面不用了 久而久之亲朋好友之间 就属于问候了 所以从天下建一个国 从国建一个家 有一些的东西是不可以减损的 减损呢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所以人的眼光要看得够远 所以尽管他讲要减轻税法 人均知道都是减轻税法 但是当他减轻的税法 带来国家税收不足 影响到整个国家正式的运作 我请问你 最后受害的不也是老百姓吗 就划不来了嘛 所以任何事情你都要衡量 本末轻重 而不是看结果减税老百姓就喜欢 他的后遇症有多少 所以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 旷无君子乎 一个国家里面 懂得自陶的师父如果少 尚且没有办法去供应一个国家 器物的一个需求 何况一个国家里面 如果没有君子贤德之士 协助上位者的国君来治理国政 这个国家的政局就不可 不敢想象了 所以欲轻之于尧顺之道者 大莫小莫也 尧顺的税法 已经是什么 最轻的了 十分取其一嘛 你还要比他更轻 你要彰显你自己 比尧顺更邪吗 你是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了 蛮夷之国吗 那相对的 你也不可以比尧顺的税负更重 因为重至于尧顺之道者 大姐小姐也 那我要减轻百姓的税负 你认为不可以 我加重呢 也不可以 因为你就等同于下节再来 来搜刮民财嘛 所以税负的过于不及 于一个国家而言 都不是好事情 所以在在处处都谈 中庸之道也